大家好,欢迎收听牧师有些讲堂 那今天这节课呢,我们来讲 住宅风水数段,入门三步之吉凶 那入门三步之吉凶呢 其实也就是说呀,我们走进家门 只需要走三步啊 大概我们就能够看出这个住宅风水吉凶的一些情况了 那风水中有一句话呀 叫做入门三项便知其家 这是原话 那入门三项呢 就是进门看三个方面 那么便知其家 就是能大概知道房主一家人的基本情况 那入门三项看哪三个方面呢 也就是看人,看物,看行 那看人就是说看住宅里面的人的气色和精神状态 看物就是看家里的家具及物品摆设 看行就是看住宅的户型结构 那这个依据在哪里呢 其实很简单 咱们中国传统艺学中有一句话 叫做物有其行必有其理 有其理必有其吉凶祸福 什么意思呢 我说直白一点 就是任何物体都有它独特的磁场 只要磁场存在 就会有吉或者凶的不同影响 那么在古代呀 这句话其实讲的是天和人之间的感应 就像咱们古代祭天求雨是一样的 那他对着天心里想着祈求着 然后呢 老天就会给他回应 然后就下雨了 但是呢 这里我不是给大家讲迷信的东西啊 那本质呢 其实是人与自然之间息息相通的一种共鸣 就像咱们这个大雁千禧一样啊 他一会排成一字形 一会又排成人字形 那他们呢 其实是利用微妙的一种生物磁场效应 彼此配合 彼此影响 彼此感应 所以说古人在没有了解这种感应的科学性的时候啊 就只能把这种感应的对象啊 把它总结设定成什么呢 神灵 那把他们呢 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 那听起来有点玄啊 其实也可以用现代科学的现象来解读的 我们其实可以把这种神灵啊 当成是自然的代名词 那么每一种形态或者物体都是自然的一部分 人也是一种物体或者形态 那么与其他物体或形态啊 就存在物与物之间的共通性 那么人在各种形态之间生活工作 那么就会受其影响 发生相应的感应 可能有的同学没有听懂啊 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那这种共通性啊 它是不受物体本身属性和环境影响的 它是没有任何界限的 例如 人类与动物之间啊 虽然说它不属于同一种物种啊 但是呢 它们也会有共通性 都有情感 有情绪 那人与动物之间啊 也会产生爱 对吧 那人与物品之间呢 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家里的一个桌子 或者某个装饰品 虽然它们没有生命 但是呢 你对它会有喜欢或者不喜欢的区别 那这种情感啊 其实就是一种磁场 那相对的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啊 桌子椅子啊 等等家里面的一些物品 也会有喜欢你和不喜欢你的区别 那它们如果不喜欢你 它们呢 就会很快或者很容易坏掉 然后呢 你可能就把它们扔掉了 其实啊 我们说也代表它们选择了离开你 那么用物理学怎么解释 有其行必有其理 有其理必有其吉凶祸福 这个意思呢 首先啊 物理学它是唯物的 那么早在1865年啊 西方物理学界啊 就通过实验证明 任何物品它都存在电磁波的一种现象 那么从物理学来讲啊 电磁波它是能量的一种 那么凡是高于绝对零度的物体啊 都会释放电磁波 那我们知道 目前已知的物体中啊 是没有绝对零度的物体的 所以说我们反过来说 任何物体它都存在电磁波 那这种电磁波啊 我们是看不见的啊 就像你生活在空气中 却看不见空气一样 那电磁波发展到今天啊 已经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 和工作中的方方面面了 那现代物理学研究人员啊 也发现人体的器官和组织 它都存在微弱的电磁场 也叫做生物磁场 那么他们是有序和稳定的 但是如果受到外界电磁场的干扰呢 身体内就会处于这种平衡状态的 微弱电磁场啊 就会遭到破坏 那就会影响人体的机能啊 其实这就是风水与人的这个感应 他们之间的关系 好了 科学的玄学的理论我都讲了 那么我们就来具体讲讲 这个现象在住宅风水中 是通过哪些形式来影响我们的 那首先前面讲了 任何物体之间都有共通性 那住宅它与人是一样的 住宅与人同气相求 同身相应 那么他们是命运的共同体 住宅出了问题 人肯定就出问题 那我遇到过很多案例啊 住宅如果某个地方风水出了问题 那就是人住进去啊 你住进去 你住在里面 以后啊 你就会莫名其妙的精神很差 在家里面啊 头脑就是昏沉沉的 一出门就好了 当然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情况啊 总结来说就是住进去之后啊 人就会感到不舒服 那这个说明什么呢 其实就像人感冒一样 可能开始啊 只是觉得不太舒服啊 身上没劲儿 其实啊也没有什么大碍 但是呢 这不代表我们就不用去重视它 因为人感冒了 其实你的身体它会给你很多信息提示你啊 比如说你就开始流鼻涕了 是吧 开始口干舌燥了 那么这些看似没有什么啊 但是却是身体给你的警告 如果你不重视啊 可能就会更加严重 那我上面讲的住宅风水啊 其实也是这样的啊 住宅风水不好 那么住宅啊 它就像有灵性一样 它就会通过很多方法来提示你 给你传递信息啊 告诉你他生病了 那其中一个呢 就会体现在人的精气神上面 那比如说我以前遇到过一个客户啊 他就说啊 他自己新买的房子住进去以后啊 老是觉得不舒服啊 睡眠差 精神状态不好 那回到家就非常的累 我当时呢 他当时呢 也没有找我看风水啊 也就是随便问问 那我当时就告诉他 也不用太担心啊 因为 但是这些现象啊 就是本身其实也是 说明了住宅风水 是肯定有问题的啊 只是呢 不知道处在哪里啊 什么时候会应验啊 这个不清楚 那后来大概隔了 有小半年的啊 这种时间 他给我发来了一条消息啊 告诉我 他房子已经卖了 其实我当时是挺意外的啊 一问呢 才了解到 原来他住进去 没几个月啊 他的生意就一落千丈 赔了不少的钱啊 所以说他就果断的 就把这个房子卖掉了 他也没来找我啊 那么再说第二点啊 入门三项 看物啊 也就是说看物品 及家具的摆放 我记得一个 比较形象的一个案例啊 就是前些时候去看风水 那进门之后啊 我还没有下罗盘啊 就在这个房主家呀 走了一圈 然后呢 就发现 他们家这个主卧 背后啊 就是厨房 那正好这个 炉具的这个火灶的位置啊 和这个主卧的床头 正好是挨着 啊 我当时我就问他 哎 我说你住进来以后啊 这个脾气应该是越来越大啊 比较暴躁 虽说从这一点可以说啊 你和你老婆关系应该是不太和谐的啊 两个人是很少人好好在一起沟通的啊 他一听啊 也是乐了啊 说确实是这么回事 自己啊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 也知道啊 这样不好 但是啊 这个脾气一上来啊 就控制不住 以前他不是这样的 那然后问我怎么看出来的 其实啊 这个就是风水刑罚中的一个知识点 大家注意 卧室床头背后这间房啊 最好不要是厨房啊 特别是不要和火灶挨着 那么凡是这种格局啊 家里人肯定有人脾气是很差的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厨房它为火地啊 火气太重 挨着床头 人睡在这里 火气自然就大 那火气大了 脾气肯定就不好嘛 那我说科学一点 就是火灶的磁场 改变了人体的磁场 影响了人的情绪 那关于看物 还有一个有趣的案例啊 就是有个女生家里放了一个鱼缸 然后呢 养了两条鹦鹉鱼 原来啊 是布局的这个桃花的啊 吹桃花的 然后后面呢 他找到男朋友了 但是发生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那就是他找到这个男朋友啊 特别喜欢和他亲嘴啊 动不动就想啊 然后呢 他就很奇怪 说会不会不正常 然后啊 就让他仔细去观察鱼缸里养的两条鹦鹉鱼 果然这两条鱼啊 也是动不动的就亲嘴啊 其实鹦鹉鱼 它亲嘴啊 是一种鱼类生活的正常现象 是一种嬉戏打闹的行为 但是这种行为啊 也无形之中影响了人 所以说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总结 就是出现在人身上的一切现象或者遭遇 其实在风水中啊 都能够找到对应的缩影 所以说你们说看风水怎么看呢 其实很多有经验的风水师啊 就是通过住宅内一些不起眼的现象来判断的啊 那第三点 看行 也就是看户型以及住宅格局 那么这个呢 是大家接触的最多最常见的啊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开门 见向上或者向下的楼梯 那么大家都知道不好 但是啊 很少去探究原理 那么似乎呢 就是人云亦云啊 别人说不好啊 好像就真的不好 很多书籍中啊 也是一笔带过啊 没有讲清楚为什么不好 其实这种格局之所以不好啊 是因为楼梯啊 它作为居民楼里 上下楼的主要工具 常常有人走动 那我们讲 入户门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整个住宅的气啊 都是从入户门进来的 如果门外有向上或者向下的楼梯 那楼上的住户常常在你们家门前走动 说简单点 就是把门前的气场给破坏了 扰乱了门前的磁场 那自然对你家住宅风水就有影响了 那说到入户门 还有一种情况 可能大家是没有注意过的 就是入户门开门的方向也是有讲究的 如果你们家入户门开门是往外开的啊 那这种的话就是不聚财的啊 容易破财 那正确的呢 是最好入户门往里开 也就是你在屋里开门 准备出门的时候 拧着门把手啊 是往自己怀里开这种啊 那么风水中有一句话叫做 门往里开 钱财俱来 门往外开 善尽家财啊 虽然这个 在这个古文上说的比较夸张了一点啊 但是呢 确实它是有一定影响的 那另外一种看型呢 就是看户型的整体形状啊 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 可能很多人没有去分析过自己家户型像什么啊 我遇到过很多客户啊 我们我帮他选房 然后呢 他们就给我发户型图 对吧 让我选 其实总能让我会心一笑 为什么呢 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个客户啊 他给我发来了一个户型 我怎么样 那我一看这个户型啊 是一个L型的户型 这个L型啊 大家想象一下 他就像一把手枪一样 而这个入户门 这个门口啊 正好就在枪口的位置啊 别的我不说了 你们自己发挥一下想象力 这种户型人居住在里面会怎么样啊 所以啊 入门三项 便知其家 其实就是通过看这三个方面的情况 也就大致能够了解住宅中一家人的基本情况了 但是严格来说啊 还不算严谨啊 毕竟呢 风水是门细致活儿 观看这些呢 开始化解或者布局啊 是不行的啊 就像治病一样 还得一一去排除其他问题 才能够对症下药啊 好了 今天的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 下期呢 我们讲这个风水中 大家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个知识点啊 就是叫声上啊 就是声音的声声上啊 那好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啊